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我是来自台东 来自台东 我的 我是阿美族 阿米斯 我的名字叫 有没有阿美族的 记得一下 都年轻人 哪里的阿米斯 从哪里 一样 长兵 我的故乡在这里 我的故乡很漂亮 三仙台 有没有去过 漂亮 这三仙台 这个时候 是时候 四夜到十夜 都是日出最漂亮的时段 那很多人说 元旦 可以到三仙台看日出 我看了四十年 从来也没看过 被晃了四十年 都没看过 所以 我建议的时间 你们可以参考 我在地 我更懂的 漂亮 对不对 这次 得冠军的 那个照片 这个应该大家熟悉了 热气球 在陆野的高台 这个 引发话题 也很厉害的 伯朗大道 就是 人家说 金城武大道 这条路 因为金城武而得名 我们有 我们有要替金城武打广告 可是 它引发了当地的 这个观光热潮 导致我们现在台东的土地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那个 我感受很深 我当初 去那个三仙台 我买了一块土地 那时候一瓶土地 在建地 一瓶才一万块 现在五万块买不到 农地 一分地 原本是 五十万六十万 三年前 现在 都要两百起跳了 所以那个 原来草地痞的人 转移到我们那边去了 那 这个政府也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个 就让它 纵容这样子下去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从 各国的利益中 看到台湾的未来 这个讲白了就是 各国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连 普丁都这样讲 你们考虑你们的利益 难道我们俄罗斯就不考虑我们的利益吗 所以美国 我们最清楚 美国都讲自己什么 美国的利益 所以那 这个各国的利益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 话就要从1945年开始 从二战 结束开始 台湾的命运 这个多灾多难 台湾人多灾多难的日子就开始了 如果 你们有没有 曾经有没有想过 如果 那个美国没有参与这个战争 台湾会是怎么样 如果日本没 大日本帝国没有 战败 台湾会怎么样 我想那个徐老师的课 你们应该有看过 我不想他有没有给你们看那个 台湾过去就曾经办过什么 世博对不对 台湾我们的这些长辈 我们的这些祖先 很早以前就是过了那种非常文明 贵族的生活 经过这个战后 台湾人的生活就改变了 为什么 你们知道1947年 48年的那个228 跟这个白色恐怖 应该上课的时候有听到 台湾那时候 知识分子算是全球来讲 算是比例最高的 结果这些知识分子 台湾过着一个非常 步入了这个文明 托亚入欧嘛 这个文明的这个生活 结果来了一些 没有读书 半路上被人家拦到 逃难到台湾的这些人 结果没想到我在读小学的时候 这些没有读书的人 竟然成了我的校长 我的老师 然后就强迫我们去接受 所谓的中国文化 一些扭曲的历史 就深入到我们的这个 教育里面 所以你现在 现在还不错啦 台湾人还懂得去争取 这个刻纲微调 这个扭曲历史的这个事情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把它坚持下去 OK 那世界各国在争取什么利益 这里 国家与国家 就是未来的国家 跟国家之间 冲突的核心 都来自于能源需求的取得 与掌握 我们新闻媒体都有看到 中国跟日本 对骂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钓鱼台嘛 对不对 钓鱼台就是为了那座岛吗 恐怕不是啦 钓鱼台的领土 还算是领土 不过就是一个岛礁 主要也是能源 因为中国跟日本 这两个大国 一直被能源所困扰 日本之所以 会去偷袭珍珠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个 对珍珠港事件的这个 那个诠释 那是因为美国 想要掐住日本的经济 烟喉 所以你禁止这些 印尼一带的 这些石油输出到日本去 所以导致于日本就不高兴 就教训了美国 没想到这个事情 引发了二次的世界大战 好 地点 东海 中国跟日本 第二个 中国与台湾 那台湾后面是写什么 USMG USMG 这个是美国军事政府 美国军事政府 为什么会写USMG 其实这个是有 有法源依据的 就是在旧金山和平条约 第四条B 第四条B 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 有什么 处分跟支配的权利 处分就是 可以决定台湾的地位的最终决定 最终地位 第二个就是支配权 也就是说 他不一定要亲自在台湾执行占领 他可以交代 交代 民间团体 什么团体 组织 那我请问大家 蒋介石 是 到底是 我到现在一直在 我在网络也到处找答案 蒋介石 在那个时候 因为那时候 中中山 已经下野了 蒋介石也已经下野 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华民国 为什么中华民国又在台湾 长出来 我到现在还是不解 因为这个 这个可能要再把一些更多的证据 那我就问 当初的蒋介石 是什么身份 来台湾执行占领 完全就是因为 蒋介石跟美国的关系很好 所以他加入了美国这个team 然后接受麦克阿瑟的领导 所以在1945年的9月2号 麦克阿瑟用第一号命令 叫蒋介石来台湾 那蒋介石到底是总司令 还是行政院长 还是总统 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最后我的结论是 原来他是军阀 军阀意思就是说 他并没有政府的代表 并没有国家的代表性 而是 他因为他有十万军 青年十万军不是吗 就半路上就懒了一些年轻的人 就把他作为他的军人 就骗他们说 来跟我来 有你们的好 所以这个我可能 我们可能还可以回去去研究研究 这个研究研究 转太远了 第二个南海 领土争议 中国与越南 中国与菲律宾 中国与台湾 这个我们比较清楚了 为什么又跟台湾有关系 我们南海最大的岛是什么 太平岛 太平岛 在1937年的时候 是由台湾的高雄州在 怎么样 管辖的 那东海的钓鱼台 在1937年的时候 是由台北州 宜蘭州 来管辖的 所以这些两个岛屿 丰富的油田的岛屿 都跟台湾有关系 那台湾目前的执政当局 没有话语权 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 没有 因为他只有什么 美国告诉他 你只有管辖权 里面只要有任何的经济利益 里面只要留一些产能的话 一些资源的话 中华民国是没有权利去开采的 就算是高雄外海有那个什么 可兰兵 你只能看一看 有有有 只能知道说 有 跟你们这些流亡政权是没有关系的 好 这个是 这个 中国片面 决定的防空识别 去造成美国 有没有 轟炸机就飞到这个地方 跟中国讲说 美国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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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 二战 二战的那个 征服的国家 就不是美国了 好 这个区域 它的重点在哪里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 这一带 有中国的专有平台 这个叫做春晓油田 这一带是 也是有好几座 有四座油田 那中国用这种方式 怎么样 蚕食侵吞 用岛交就可以 视为它的领土 那如果说这个是 你把它视为领土之后 是不是它就开始再往前 往前延伸 这个领海的权利呢 所以他 中国一直想要把这个地方 他画这条线 他的用意就很清楚说 到时候 大家世界承认 这些县是中国的 领域的时候 他是不是又可以往前延伸 说我可以主张这里的 任何的漁权 油权 一切的资源 所以当然 日本人要不要讲话 肯定就要讲话 美国人 一定要跟日本讲说 你 你 人家给你吃到这里来 你难道不要有态度吗 所以 美国就 歐巴马上台之后 就支持 安倍 我挺你 你就跟 跟他们对 所以这个 日本永远都是中国 这个 麻辈再次 他表面上 对美国 事实上 中国是无力对美国 做 正对的那种冲突 事实上 他们现在还没有那个条件 那这个钓鱼台 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 钓鱼台 离台湾最近 最近 那这个钓鱼台 现在是美国 把这个管辖权交给 日本 管辖权 这个秘書长给我讲 管辖权跟领土主权 是两回事 那领土主权是谁的 天皇的 日本天皇 有上过课了 这个 这边不加 这个 描述这个部分 好 有没有 东海防空识别区 涵盖了春小油田的附近 所以中国就有动作 他说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的财产 财产 所以我透过这个财产去做延伸 所以这个这条线我画得很有正当性 有没有 那 日本跟中国 原本就有一个经济海域界线 这条线 就沿着这些油 油气田在这边 突然间 这边这个油气田 美国卖给了中国 用天价买的 所以 所以 所以导致很多的这个争议 导致春小油田 有画面为正 而且 除了这些油田之外 还有 海奸船也来了 如果人家的海奸船 一天到晚到你家的后院 还是你家的前院 你会 有感想 对日本而言 如果再怎么样 战败国也不能 怎么样 也不能 让你们这样子随意 你们 亲门踏户 那日本现在 为什么安倍主要的用意是 他要成为一个主权 真的是独立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过去他 过着不正常的国家 是因为有美国的阴影 美国不让他正常 那现在美国说 我让你正常 所以他们 不是就在去年 把国会 解散掉了吗 然后 歐巴馬说 你把国会 解散 我 给你300席 果然是 待会会有证据 好 这个 那么中国 对日本是这样 对台湾 日本对台湾怎么样 他竟然开放台湾的人 可以在这个地方 自由的 这个渔民可以在那边 自由的捕鱼 所以 有人就说 日本跟台湾达成了协议 允许台湾的人 台湾的渔船 在间隔珠岛跟八重山 群岛说 这个不是 台湾的管辖区 所以 竟然我们可以到别国的 领海那边捕鱼 这个是一个很 很特别的状况 你可以看得到 日本的一船 在我们的 東海岸捕鱼吗 你看不到 顶多会有 那个中国大陆的船会来 好 我们看陈文倩 在 《苹果日报》 她说 她就指责了 中华民国政府 不要自欺其人 谈什么鱼权 中日两国内部的经济 霸权主义压力 都逼着钓鱼台的主权 越来越接近摊牌的时刻 所以我们看他们在吵架 那到底他们在争什么 中日两个大国争的室油 只有台湾 争的是什么 鱼 鱼 好 这是钓鱼台 钓鱼台的这个 油田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石油跟天然气 可以给中国 80年 日本100年 这是他们算的 200兆 应该不止啦 这个一定是超过的 水结论 钓鱼台 对中日 比台湾还重要 争来争取就是为了利益 其实中国对台湾也没什么兴趣 是因为台湾里面有中国人 蛮麻烦的 没有能源没有经济就没有未来 中国以天价并购 美国的石油公司 所以21世纪 世界强国的概念 不是军事而是能源 只有台湾的官方 谈的是鱼 这个 这么多 这个上网查就打得到 这个 尖阁鱼台 就是钓鱼台那边有这么多 至少 1000亿桶 这个我们 網路上可以查得到 好 为了利益 利益的背后一定要有什么 武力 武力之称 这里 一个强大的国家对 国家的经济利益 与海军实力海权 必然会被视同为一件事情 海权的能力代表着 该国的经济实力 所以各国极力提升海空联合作战能力 所以你们就看到中国 不管是中国 日本 整个这些亚太的这些国家 像东南亚 菲律宾说我们有美国 我们跟美国签了这个什么防疫协定 我们可以不用买武器了 你们帮我们 我们缴保护费给你就好 现在他们自己也要 也要 也要买武器了 越南 也是一样 越南又要跟俄罗斯买苏凯 这个占27 要跟日本买舰艇 所以 为什么过去不这样做 现在要这样做 因为他们 要提升自己的海空能力 因为这个越南 他深刻体会 那一次被中国撞 撞成了 他觉得说我们 在这个地方 输人家太多了 所以开始 就这句话 各国极力 提升海空的联合作战能力 所以有能力的时候 他就开始有能力夺岛 所以南海的那些岛 这几年会很热闹 我们来看各国的军事的部署 先看看中国 中国当然他们一定有所准备 有所创造 这个 中国自古以来是入全国家 中国的武力是出不了海 从来在中国的历史里面 我们讲正成功 他是逃难到台湾的 不是出海打仗 他是逃难他 从来就没有出海打过仗 那他们快速发展海权的实力 作为经济利益的谈判后盾 我们看到 就是亲中媒体一天到晚 就捧什么 中国的武力多强大多强大 其实最大的用意就是 拿这个力 这个 来跟世界各国讲说我很强 来 我们来组一个 经济利益团体 就衍生出了 雅投行出来了 来 我做庄 你们一起来 那么 他们就在南海 就这几年 都是这一两年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两年 又是一个 军事设备 军备 军事设备的竞争 中国 俄国 就是苏联体制 跟美国那时候 这个冷战时期 美国用经济的实力 把 苏联解体 美国认为说 这个方法 不错 我不用派兵 我就可以把你 瓦解掉 现在 中美国的 野心更大 我现在要 针对的是 俄罗斯 跟 中国 一樣 我要用这样的方式 开放经济 的方式 瓦解你的内部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闷烧锅 那美国只是一个 助燃剂而已 它是火上家用 好 这个 核动力 你们知道 要制造一个 核动力的航空母舰 是很烧钱的 美国一年 现在它已经降了 過去它就七千亿美金 中国那时候 还是一千亿的时候 那美国的国防预算 是全世界的总和 所以 它有这么多少航空母舰 这么多航的 那个 两栖的这个 那个 突击舰 都是钱 烧出来的 所以 中国也很清楚 我的实力没有你 大 我 欸 我们是大国 我们讲好 我们谈经济 我们不要谈武力 他们一定是这样子 但是美国 不是这样想 美国就 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他们做任何事情 他有国会的这个 签字 他们都是三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 美国的行政部门 有他们自己的压力 所以他们一切 一切都要依法行政 所以他们推出 2015年推出这个 亚太再平衡的这个 这个政策 到现在 2015年将会是 今年 会是一个 很多的那个 航空母舰 军舰 飞机会 不断的出行 隐形的战机 一个一个跑出来 好 这个就是梁玲 在清中媒体 这个 播的很大 所以我们应该 多少有一些了解 这个是滑跳式的 滑跳式 滑跳式起飞 核潜艇 这个中国 巨中国称 这个094型 这个战略导弹 核潜艇 他们说 这是美国最怕的一个 潜艇之一 因为 它可以穿越巴士海峡 到了关島附近 再用 这个 巨浪二型的 洲际弹道导弹 它的射程8000公里 而且是潜射型的 我不用 我不用上 那个 上水面 我照样可以在 海底 100米 以下的 那个 那个 深度 来发射 这个导弹 我让你美国 直接吃到我的 这个 这个导弹 可以直接达到美国本土 他的意思是这样 好 我们再看南海领土争议 那个 他这个 山雅湾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把它 放在这个地方的用意就是针对南海 也就是 为什么 这个 这个 你们认同这个叫中国南海吗 这个跟中国应该没关系吧 为什么要叫中国南海 这个 所以我觉得我们 台灣地位 在国际上 折到正常化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话语权了 我们可以跟 世界各国讲说 这个不叫中国南海 我们重新定义这个名称 可不可以 可以啦 不是每次都是他们说了算嘛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话语权 所以 我们只能就 随便他们在那边演 那我们这个 太平岛在这里 这个 这个是 这边有很多 就这么大 这个南沙群岛跟西沙群岛在这里 以前是台湾管的 台湾管 所以不用 不用华语 过去就是台湾的管辖的区域 所以未来 遲早我们还是要面临这个问题 只是现在我们的地位不正常 所以我们 还没有办法 提出任何的那个 好 我们来看他们的空中武力 这是迁舍中国 制造的这个飞机 你讲到 Matter in China的时候 你们心里会怎么样 啊 对对对 大部分都是摇摇头 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那么爱用国货 好 苏凯27 苏系列 这是俄罗斯 苏联时期的战斗机 这种 这个机型的战斗机 真的 在全世界的 飞行里面 它算是 TOP 就是 王牌级的 甚至 我讲的是 蝉斗的部分 因为 俄罗斯也好 中国也好 他们还是 认为 就是他们沿用二战的这种作战思维 因为过去在 过去的战争都是飞机跟飞机在那边缠斗 对不对 那如果以缠斗的这个 方式来去做决战的时候 全世界任何一种飞机是没有办法跟这种飞机对决的 因为这个飞机太好了 设计上已经接近完美了 它可以空中刹车 它的优点就是空中刹车 就是COPRA 就是眼镜蛇 这样起来 那过去是 后面的飞机 永远可以锁定前面的飞机 但是这架飞机颠覆了这样的思维 因为如果你的飞机没有办法空中刹车的时候 你就会被人家反锁定 因为它是这样 原本这是苏凯 在前面在后面锁定了 他就突然间就这样在那边停止 我就越过他了 他就稍微一个小半径绕回来 看 他就在你的后面 那你就被反锁定 所以 美国故意跟印度做联合军援的时候 就故意跟这个印度的这些飞行员说 来 我们来缠斗看看 这美国人都有他 他设局 这个故意故意设这个局 用F-35跟他 用F-22最强的 那个战斗机跟他 都没有办法 都输给这个 苏凯系列的飞机 那么苏凯系列延伸了好几种机型 现在最新的是 苏凯35 俄罗斯已经同意卖给 中国24架 原本是48架 但是坦坦坦坦坦到最后 只同意24架 因为 俄罗斯很清楚 普丁也很清楚 我 原本中国是要跟他买4架 5架不到 普丁说 我还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吗 你拿回去就是要山寨嘛 对不对 也就会出现了 苏凯35的山寨版 那苏凯27出了 中国出了 出来的山寨版叫做什么 这个 前十一 前十一 就是 几乎 这个中国的山寨 真的是有时候 我觉得中国在设计飞机 还没有创意 你要山寨人家 你的形状稍微改一下 对不对 他连改都不改 改了一点点 然后 就说这是我们 自己 中国 制造的飞机 可是他们的发动机 研发能力还是不行 还不够 可能再等个五年十年看看 好 这个前三腰 去年年底 珠海 那个航空展 前三腰 你们看这个飞 那个 我刚刚提到那个山寨嘛 山寨版嘛 对不对 这架飞机 也是山寨版 美国就 指责中国说 你们偷了我们的秘密 因为你看 你们看在这架的机型 跟这架的机型 非常相似 对不对 这架是美国F35 美国最新的F35 这个是千三腰 它的差别在这里 在哪里 你们知道吗 一个是右边罩的 一个是左边罩 你看 OK 就是这个是美国 跟那个中国 一直指责他们 你不要再 不要去盗版人家的东西 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又有研发 这个千二十 千二十是属于 大型的飞机 这个2.5马赫 我在想 应该难度很高 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他们目前的这个 实力 应该还是没有到那个地方 慢慢来吧 慢慢等吧 可是他们已经 是非成功了 是非成功 可是现在千二零 按照他们的时程 可能这几年 就要做量产的动作 可是是非成功 接下来还有一段的时间 要做什么 武器的挂载 因为你要做完全的 逆中的画 这个难度很高 因为中国第一次 做这种事情 那 我听过一些艺术家 范古 我听那个徐老师讲 他说 伟大的那个艺术家 那个画家也好 你要变成伟大 你必须要先学会 模仿 你要先学会 怎样 山寨人家的东西 我想中国把这个精华 学到了 我要跟人家一样强 我去模仿他 这就是 那个千二十 好 除此之外 还有千十五 这是建载机 也是他们也说 这也是建 那个 中国制造 还是山寨的 还是山寨的 这是千十五嘛 对不对 这个是 攔截钢尽 因为这个技术 中国还没有啦 他所以他必须要用钱 再去跟欧洲的国家 跟世界 因为美国不卖他嘛 美国是他的敌人 他怎么可能会卖他 所以美国不可能 把这样的技术 输出给他 但是美国呢 有卖武器给人家 他们可以从那些 欧洲的国家 或者是一些各国 各国来 把这些技术买回来 一些中国 拿了世界的人 世界的人的钱 然后现在又拿世界的人钱 去买世界 就好像 这个 习近平最近 这个 他的 对台湾的策略就是 台湾在法理上 我们拿不回来 但是我可以把它 把台湾买回来 用买的 比用占的还便宜 这个 航空母舰跟美国的 所以美国全部都是 尼米兹集的航空母舰 接下来 就 准备要服役的是 福特号 那这个福特号是超世代的 这个 那个 那个 航空母舰 也就是说 航空母舰 福特号 他的服役年 年限是50年 50年结束 中国还是没有办法 追到这个技术 还是没有办法追到 那 那我们就比 尼米兹集的 像华盛顿 航空母舰 什么那些 那些 10艘航空母舰 的差别就在于说 这个不是核动力的 那个 航空母舰 它是滑钥式起飞 机械式的那种起飞方式 那 它完全要靠 这个飞 这架飞机的推力 来 到那个空中 去跟人家作战 但是你滑跳式起飞 的缺点就是 你这架飞机很漂亮 但是呢 你的武器跟你的油要减半 如果你真的遇到战争的时候 你要出海打仗 你要跟F-18对决 根本不是对手 因为 你的武器就少人家一半 你的油也少了一半 你的油少了一半 你的油少了一半 表示什么 你的作战半径缩小 那你的武器就只有一半 你只能 打了两颗你就要赶快跑 所以 那它只有一艘 所以在战略上 在战术上 一艘的航空母舰 一般是不能打仗 一定要两艘以上 协同作战 因為 因為它不是核子带动的 那個動力的 核能動力的 你油 你油 用完了 你是不是要加油 要补给不是嗎 你難不成你在 這個大海當中 請你的油輪出來 幫你加油嗎 那不是一個 更大的一個炸彈嗎 你就丟一顆炸彈 那不是整個航空母舰就炸毀了 所以 俄羅斯現在 也悶不吭聲 不敢對抗美國 也你也在這裡 另外它也只剩下一艘 航空母舰 而且這個航空母舰 根本 也沒有辦法 跟尼米茲己的 這樣去做對決 所以 所以這個 航空母舰 最大的用意 就是什麼 政治性的 就跟全世界講說 我有航空母舰 你們少欺負我們中國 我們中國很強的 那 那千十五是從哪裡 蘇珊珊 這個是俄羅斯的艦載機 所以 跟 千十五這個機型 造型 跟蘇珊珊 非常的類似 有沒有 有沒有 幾乎一模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 一樣 它也是華耀士旗 這是俄羅斯的 這個是 中國的遼寧號 有沒有 很 有沒有 山寨 好 蘇珊奴 蘇珊奴 就是中國最新 目前 從俄羅斯得到的 這個 這個戰機 我們就 在 當然對美國來講 美國是不擔心這種 這種機型 因為這個不是 逆中的戰機 所以 他們就擔心 但是 但是我們這些靠近他們的這些國家就要擔心了 因為這個飛機性能太優越了 所以我們要演技跟它交戰的話 我們的飛機本身就要很強 像日本這個島鏈 台灣、菲律賓、越南這一代的國家 就必須要因應這種的戰機的飛機 來去做平衡 所以未來美國極有可能會把F18 不是這個C型的 我認為應該是I型的 因為I型本身有逆中的 逆中的功能 待會我會有圖片跟大家講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為了配合美國的國防預算 美國不會花太多錢在這個地方 不會為了你台灣去增加它的國防預算不太可能 所以美國就F18算是很老的飛機了 可是美國用F18用的食髓滋味 他覺得這架飛機太好用了 所以他就一直很多板型出來 降落在台灣這個是C型 C型它很貴 人家說應該是越改進越貴 不是 F18是越改進越便宜 F18C造價1億美金 可是F超級大黃蜂 它的造價是F18C的一半 大概5400萬到5000萬左右 那F18I這個更先進的飛機 就是降落在台南基地的那飛機 又更先進 所以只有我們 用這種方式在符合美國的國防預算的壓力 這個可以解決 所以 如果 美國 進駐到台灣駐軍的時候 這種飛機就適合在台灣 也不需要把F22啊 F35進入到台灣來做駐軍的需要 它可能就是那種 就是駐點式的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會是F20 不會是F35 因為 我們也不需要用到F35 也不需要用到F20 那都是浪費錢 對美國來講是浪費錢 根本 你打 那個什麼 你殺一隻雞 需要用到牛刀嗎 不需要嘛 對不對 像 就是 我比你好一點點就好了 所以美國現在 把那些之前超世代的那些飛機 全部拿回來用 像F117 前幾年說 要除役 現在又要重新改進 B52 這個是古董級的那個轟炸機嘛對不對 美國現在又要拿回來再使用 它是好用 這個太好用了 為什麼 因為它的實戰經驗太豐富了 所以美國發現 所以美國發現用 一定要用 你在研發新的東西的同時 你也要考慮到 因為你新的東西 你要花時間去 驗證說你這個東西好不好 但是這些 這些我剛讀到 B52 B52 F117 這個隱形戰 轟炸機啊 F18 這些是太好用 在市場上的反應超好的 故那個 那個什麼 事故的 那個 發生事故的機率非常低 所以 會重新拿來使用 所以 可見的未來 可能台灣 台灣這個地方 美國 可能 應該 我判斷的話 應該是這樣 那F18I對這個 那根本就不是對手啦 因為F18I是有逆中型 逆中 如果你還是拿現在的F18 超級大黃蜂 F18的E跟F的話 這個很拚啦 跟這個很拚啦 很拚啦 嗯 這個就你看 它又 那個 性能優異 它其實跟F18的那種 設計很類似 這個F34 因為 它的這個 這個 跟F18很像 跟超級大黃蜂 非常像 在這個地方 設計非常的類似 好 你看人家 人家的 飛機好便宜喔 有沒有 4500萬 到6500萬 到台灣變2億 其實台灣 曾經跟 俄羅斯 本來我們 軍方 據說啦 想要買 這種飛機啦 蘇凱這個 蘇凱35 那因為美國怎麼可能會同意我們跟他們買嗎 不可能 因為 台灣人想要去學那個 那個中國人想要去學那個印度啊 這些取巧的國家 就是兩邊得利啦 我跟 突然左邊我跟俄羅斯好 我右邊跟美國好 然後你們 來你們兩個來談 給我多少好處 我就跟誰 這個印度 從過去都是這樣 好 中國現役主力 所以我們 這個也是顛覆大家的 對中國的 戰力的印象 並不是我們媒體講的那樣那麼誇張 他們現在的主力戰機就這一些啦 15161718這個就不要考慮了 這個可以當靶機啦 千10以上 千10、千11 千11B啦 雙座機啦 千15 建載機 蘇凱27 蘇30 現在又多一個 蘇35 蘇35 這個就是中國目前 主力戰機就這一些而已 其他就是什麼 什麼像轟6 惹得美國不高興這個轟6有沒有 穿越 穿越那個巴士海峽 到那個關島附近那個 所以 被逼的美國派F18過來 除了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 薩姆400 防空飛彈 中國部署這些飛彈幹嘛 而且他部署在東南沿海喔 就針對台灣 他是從北京下來 一直部署部署到南沿海 就擺明就是針對這個 台灣嘛對不對 那以他們的戰略來去思考 他們為什麼要去 去部署這個薩姆400 他已經不是有東風21滴嗎 可是我們想一想 這個飛彈是有壽命的 你看 他的壽命是 這裡啊 他只有一萬小時耶 大概20年 這個就要儲藝了 所以 也就是說 擺了這個 20年 那你東風沒有壽命嗎 還是有啊 你還是要儲藝啊 所以他必須一直要更新啊 一直要更新 那美國說 反正你會有那個更新草 我就跟你繼續玩這個 軍備武器的競賽 那他為什麼要架設這個 這個是 防空飛彈 也就是說針對飛機啦 針對飛機啦 那你要 你要 你要架設這種的 導彈 我們F-16去那邊一定會被這個打擊落啦 幻象 與目前台灣的這個 飛機去 沒有辦法去 躲這些 這些飛彈 那是個導彈 那一定是美國一定要出手才有辦法 所以我們 基本上他既然 俄羅斯已經賣給他了 美國不會不知道 俄羅斯也賣給中國 蘇凱山鼠 美國不會不知道 他們很清楚 早就知道在幾年前 他們就很清楚了 所以 中國跟美國 要在美國那邊 談判 不然 有瞧嗎 瞧瞧 如果台灣沒有 以目前 中華民國還在台灣的狀態 美國不可能再賣飛機給台灣的前提下 那 這個時候的台灣的安全怎麼辦 那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的 美國讓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要保護台灣啊 保護台灣的人民的安全啊 維護台灣人的 本土台灣人的人權啊 所以如果今天中華民國沒有能力 已經沒有能力保護台灣的時候 你就可以滾蛋了 你可以走人了 所以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那個李慶榮的事件 我只覺得說 哇 他們講說軍紀煥散嘛 對不對 那事實上 這只是凸顯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已經沒有能力 保護 這些被佔領區的人民的生命安全 所以 這個趨勢很明顯了 這個趨勢就很明顯了 我們就 再深度去思考 接下來 美國必然會有動作 除此之外 美國之外 還有日本 他本來 因為他 他在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第二條的B 說 我們放棄台灣的一切權利 跟什麼 最重要的是 主張的權利 也就是說 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 還是 閉嘴 你都不能講話 你放棄了嘛 那 這是條約 限制他 不能對台灣有任何的主張 OK 那 美國 說 OK啊 我讓你 讓你有 可以動 我讓你講 你就可以講 對不對 就美國說了算 所以 所以 接下來 其實 就是 秘書長有講過 他說 那是秘書長 我不曉得秘書長有沒有跟你們講 他弟弟有來找過秘書長 郭巴馬的弟弟 他跟秘書長講說 能不能溫柔一點 不要太硬 然後 不要老是 拿什麼 拿什麼 控訴去告我們 聽到 能不能 把 讓我們台階好一點 我哥哥 同意 會過來幫這個忙 事實上 很多事情 我們沒有聽到 我們在媒體沒有看到 就這個媒體已經 網路上看得到 可是在我們的媒體是看不到 因為 新任的 美國的國防部長 已經 嗆名了 現在就是要來亞洲就對了 這個可以上網 你們可以上網查 現任的 那個 國防部長 卡特部長 我現在 因為他是 研發 亞太在 軍事在平衡的 他是 主持人 就是他 專門在研究 我們要部署什麼武器 在這個亞太地區 是這個 國防部長 那 歐巴馬的任命 這是一個指標性 我要來了 我就是要來了 我現在只是要研究怎麼來 不會 有太大的 周邊國家的反應 所以我們就 就 就等著吧 就等著掛美國國旗 跟我們民政府的國旗 對 好 這 扇姆400 有沒有 他是排列在這個地方 從釣魚台這樣下來 來 好 看完了中國 我們再看日本 我們對日本可能比較陌生 因為我們都不清楚 日本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的媒體 本來就 不是很平衡的來 播報世界各國的那種狀況 甚至於如果你看到 親中媒體的時候 他絕對都是罵安倍比較多 幾乎都是罵 我看九成以上都是罵安倍 明明他這個事故做很好 他就用中 因為對中國不好 他就說那個不好 好 二戰以來 處在不正常的主權獨立國家 就這段和平條約了 把他綁住了 綁死了 從安倍晉三 他的政治操作就很明顯 他們要透過修憲 從自衛隊被動防衛 透過修憲轉型為 可以發動戰爭的國防金 防衛省 不再次防衛省 叫國防省 他的預算當然就要比 這個很 現在 現在一年 日本的國防預算是500億美金 是我們台灣的五倍多了 那 中國是一千多萬美金 如果這件事情沒有美國的支持 什麼首相當都沒有用 美國 這F-2他們日本製造的 F-2 這是F-16那邊 所以日本現在也在 日本的金工企業在過去是 No.1對不對 現在 他們要把 把這樣的精神弄回來 所以他們 第一艘的那個 輕航母叫做出雲號 把精神弄回來 提振日本對國家的士氣 這個F-15 到日本手上 美國說好給你們 所以幾乎 幾乎都是日本製造的 這些 這些製造的廠商有沒有 都是我們熟悉的 民間企業 這個叫精工企業 山林中工 川崎 富士 Toshiba 熱力有沒有 還有 Toshiba也有 就是我們熟悉的那些 這些工廠 這些人都 這些 其實台灣的金工企業也很厲害 其實 F-18 降落台南是有很多的用意 很多的解讀 因為F-18 台南那個區域 如果有在台南應該也比較知道 其實台灣有好幾十間 上百間的工廠 整個民間的工廠 專門在製造武器的 專門在製造那個 像譬如說像 起落架 台灣No.1 螺絲 台灣也是No.1 很多 一些 那個 一些 機電系統 台灣也是No.1 好 除此之外 因為美國的國會 直接在國會 限制 F-22是不能出口的 所以日本呢 如果你不賣我飛機 我就只好自己照 他就照這個 他們已經有錢 已經在 準備就是 應該是去年就要試飛 可是這個試飛一直沒有告訴全世界 沒有開放 沒有公開 那這個F-3 這個第五代戰機 新神戰機 就這一架 會超越美國現在最強的 那個戰鬥機 叫做 F-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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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2看一下 F-22 F-22真的是 非常優衣的飛機 馬上收油門 才會有這個結果 優秀 如果 其實他們有 這種機型的飛機 已經進入到台灣 偷偷的進來了 進來了 不告訴你們 我來了 不告訴你們 好 全世界 目前全世界 以服務的F-22 第五代戰機 中國稱 第四代 試驗中的就是F-35 T-50 T-50 可能會胎死腹中 這個可能大概 因為俄羅斯的經濟太差了 沒辦法 美國 純心就是要整理 你也拿它沒辦法 那個油價還有可能再下來 目標40 一筒40 反正他們繼續鬧 我們就爽嘛對不對 油價比較便宜 全山腰 日本新神 這個都我們都看過了 就是剛剛看到的那個 就是這樣啦 沒有再多 那除了美國有研發的那種 高超的那種 太空飛行器之外 大概全世界就這些而已 好 除了這些 日本 參隆級潛艦 這個未來可能在台灣也會出現 這個是為什麼美國的 航空母艦 潛水艇不需要到台灣 因為日本的潛水艇太好了 因為這個是柴油 柴油的那種引擎 在水底下是非常的安靜 不像核能的 很吵 所以很容易被人家監測到 而且這個 昌隆級的4千噸 所以這些船可以 東海南海這樣到處繞 太平洋這樣到處繞 台灣這樣繞一周 繞一周 那當初我來 上這個民政府課的時候 民主長 就有講到這個 他說 你們不要小看日本 日本齁 他們在造武器齁 他們的 尤其是他的潛水艇 只服役一年 只服役一年 一年就封起來 有沒有 我們法院的封條 封 封代表什麼 不能用嗎 不是還可以用 如果要用的時候 撕掉就好了 對不對 撕掉就可以用了 那日本每年造一艘 請問你一下 他們十年就可以造幾艘 十艘 二十年不是造二十艘 來 證據在這裡 來 有沒有 從2005年 有沒有 服役 完全的日本製造 三陵重工傳奇造場 那 人 這個中國 甚至有他們中國自己講的 日本 造潛艦的能力 亞洲可能沒有人比得過他 不要 那跟美國比 當然美國有美國的優點 他們有他們的優點 中國要跟他比 就不用比 中國 這個 日本在造這個潛艦 連中國都說 這個三陵重工有沒有 他一年可以造兩艘到三艘 如果發生戰爭的時候 這兩家 你要造五艘六艘一年 是容易的 是可能的 兩個月出一艘 兩個月出一艘 所以也就是說 等他我們 他封條解開的時候 有沒有 搞不好 南海啊 到處都是日本的潛艇 到處都是潛艇 搞不好那個 遼寧號的底下 就有 那個長榮號在底下 所以 南海的國家也想買 那個 日本說 我們輸出 如果之後美國同意 我就變成是 武器的輸出大國了 那個 日本可以靠這個來 來吃飯 好 再來這個 親航母 出雲號 出雲號嘛 中國 看到這個出雲號 哇 氣得不得了 金國主義的 軍國主義的復辟 氣得不得了 這個叫 其實他 日本人 對外宣稱說 這不是航母 這是直升機的那個 起降的地方而已 事實上他的功能 是學什麼的呢 我給你們看這個 這個 美麗堅集 這最近下來的 這 3月25號是出雲號嘛 這個是 最近出來的 因為這個資料很有限 我們還抓不到 這個叫做 美洲號 有沒有 USS America LHA-6 我當初 我誤會了 因為 這個 這個類似中型航母 這個大概 4萬噸左右 我把那個 胡鋒級的那個 美國 這個陸戰隊在用的突擊艦 搞混了 因為他 這邊都有6 跟這個6 這個沒有 跟這個6很像 這個是目前 美國的 9艘突擊艦 他們都有 都有那種 那個戰力 等同於 一般的航空母艦 也就是說 這一艘就可以抵中國 跟那個 俄羅斯的航空母艦 可以對決 為什麼 尤其是像 因為這個是後面還可以裝這個 有沒有 這個是胡鋒級的 黃鋒級的 他 什麼 什麼氣墊船啊 什麼都可以從這個地方進去 它上面是飛機 那現在它這個部分 這個到了這個 這一艘的時候 這個後面就沒有了對不對 這一艘的時候 到了那個美利堅號的時候 這個部分的空間 就變成停放 F35的 位置 這個地方 所以這一艘 手機艦 可以容納20架的 F35的那個 戰鬥機 好 F35的那個 幫我播一下 它就已經在這個 艦艇 這個 突擊艦上面 已經怎麼樣 就這樣 就這個 就這樣 現在它是先從胡鋒級的那個 那個 那個 船艦上面 做測試 那已經成功了 所以那現在 現在它 現在它 不斷的在這邊做演練 咳 那它的飛機 它旁邊有一個平台 它可以有升降 有升降的功能 咳咳 端場起降 好 OK 好 我們再看回 我們再看到這個 初音號 這一艘船 跟這一艘船的差別在哪裡 這一艘船 跟這一艘船 美利堅號 長度差10公尺 它的長度 不到10公尺 一個257 一個218 降近10公尺 這個長度 所以F35 這是初音號 未來 要把F35 放在這個地方 說了F35 Apache Apache 64 AH64DJ 有J的就是日本在用的 因為他們有參與製造 日本有參與製造 Apache 那未來的這個部分呢 這個部分 不是只有停這個啦 是挺余音機 那為什麼這樣的部署 因為現在國防部長 就很重視這個 余音機是要在什麼 在陸戰隊 有戰力的這些陸戰隊員 也就是說 陸戰隊員的整個延伸 打擊的延伸 就要靠這些載體 來去運送 所以他可以 躲過 中國的任何的導彈 俄羅斯的任何導彈 他可以在太平洋 把這些船放在太平洋 因為 這一艘船 又比這個優異喔 又比這個美利堅號更優異 只是說他現在他的戰力還沒有 他的武器的系統還沒有 然後把他完全的把它弄進來 會比這個 因為什麼 因為他的速度 比這個還慢 日本這個速度 是30節 美利堅號才22節 所以差很多 速度也好 他的任何的那個 那個操控性也好 都比那個美利堅號 還好 所以中國很怕這一艘 除此之外 還有什麼 日本要買 有沒有 已經決定跟美國買了 日本決定購買 跟美國買 4萬噸級的兩棲攻擊艦 噸位可比中型航母 日本防衛省8月3日透露消息 稱日本政府 已決定 向美國購買 一艘4萬噸級的兩棲攻擊艦 並計畫在2019年完成部署 2020年是美國 完全部署在亞太的時間 最後的那個時間點 所以 如果說是 希拉蕊當選 他會延續這個政策 他會延續這個政策 那 日本政府 已經在 已經有預算 去年就有了 今天是 2016 2015 2015 2015年 正式向美鄉提出訂單 2019年 這艘登陸艦 將部署在日本 作為日本海上自衛隊最大的軍艦 這個叫 重型航母 那重點在這裡 將強化日本西南諸島的防衛 也就是日本準備要干預南海的一切事情 日本這個盟國 美國的盟國是 美國在平衡最重要的支柱 最大的支柱 日本 日本除了有錢 還有能力 所以他 有日本他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我們遠遠的 你們打不到我 好 目前全世界的國家 使用 一件的國家 美國九艘 還有四艘 這個都是LHH 就是所謂的美利堅號 日本 日本五艘 建造中兩艘 這兩艘是 都是出雲號級的 因為出雲號已經有預算了 英國 兩艘 沒有啦 這些都雷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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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俄羅斯 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 他們都要一起做四艘 澳大利亞一艘一艘 出雲號 出雲號 你看出雲號之後還有一個 已經有錢的 已經都是有錢的 日本真是有錢 有沒有 2017年 另外一艘出雲號要出來 因為名字還沒有被訂 所以他的名稱叫24DDH 這是預算的編號 這個是22DDH 日本准航母要搭載的這個飛機 所以F-15根本就不是F-35的對手 因為人家航空母艦是可以 滿載起飛他們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有沒有 AH64DJ J就是日本有參與研發 參與研發 那我們現在台灣用的是E E跟美國同步的 我們再看美國 從2005年轉向亞太 建構一套全球最大的防禦體系 這個防禦體系在1945年之後 美國的國務卿杜勒斯 就已經開始把第一島鏈把它畫出來 除了第一島鏈畫出來之後還有第二島鏈 那他們重返亞太所圖為何 重返亞太為什麼要把地表最強的 航空母艦 福特號 以防 因為 按照美國 的規劃 他們要把60%的 海軍跟空軍的能力移到這裡 這一帶 60% 全球 60% 如果它有11艘航空母艦 這邊要幾艘 至少要6艘 如果它有 9艘 兩棲突擊艦 這邊至少也要4艘5艘 所以這個戰略已經是 光是這個陣仗就可以嚇死 嚇死那些對手了 再來就是 為什麼要把地表最強的 航空阿帕契 AH-641 武裝子生機賣給台灣 這個 這個就要問那個 美國的國防部長 這個卡特的部長 是他設計的 這個部署是他設計的 不只這些而已啦 台灣未來還有更多的那種防疫用的那些導彈 像今年的國防預算 全部都要去 去照那個 700多億的那個錢 全部去量產那個天空三型 天空三型的導彈 天空三型是怎樣 防空導彈 因為台灣的防空導彈系統 是全球密度最高的 全球 因為台灣島小嘛 但是我們的數量就是比世界個股多 全球第一高的 所以 因為台灣小 所以 經不起任何一顆導彈打到 所以他的那個很綿密 未來 美國智庫已經跟美國國會講 說 至少要20座的電磁軌道炮在台灣 西半部做部署 我不管你東風 21東風 31東風 41 你導彈多厲害 反正 你在出來的時候 我們有那個新竹的熱山基地 那個 大型雷塔在 配合天上的 天空的那些 那個衛星 然後一吐踢 什麼一大堆去做監控 你只要有發射不對 所以 電磁炮馬上就開炮 那電磁炮 為什麼要電磁炮 未來這個 會部署的在台灣的原因 因為這個便宜 一顆電磁炮那個炮彈 可能三萬美金就好了 你用導彈 譬如說像我們愛國者有沒有 一百萬美金 哪一個比較便宜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幾萬顆的那個電磁 鬼套炮 把整個空中 把它變成一個王 可能那個導彈 不讓那些導彈 進入到台灣 一點 一顆都不準 好 再來就是 為什麼要把地球最強的盟型 F22 部署到東 有些在 那個 沖繩 加手納 那因為你們也知道 日本這些 琉球這些老百姓 很討厭美軍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很小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土地 就擠來擠去 人就會擠來擠去 就會出現問題 那美國也已經答應 日本 說 也答應琉球說 好 我們會遷移啦 等一段時間 我們先把事情喬好之後 事情就擺平了 那你想要移到哪裡去 還有什麼島可以移 就台灣嘛 對不對 有人給我指定 對 你直接的感覺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太多基地可以放 太多地方可以放 太多地方可以放 歡迎 歡迎你們來 那 是不是又解決了美國的問題 也不需要再跟他的盟國有任何的那些衝突 因為讓日本人也支持這個戰略 OK 好 我有一次在回鄉的時候 跟我的這個朋友們做論述 做法理的論述的時候 那些人真的是 腦袋裝了 恐怖的阿摩頭 阿摩頭 那哈朱里打都打不動 他說 不要相信美國人 美國人 這個 只有美國利益 他不知道 其實 但是 可能大家台灣人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有答案 台灣是美國的利益 你們知道嗎 台灣就是美國的利益 因為中國也在喊 台灣是我們的核心利益 中國也是這樣 台灣是我們的核心利益 國平條約的第四條到底在講什麼 第四條的大項就是財產 台灣是美國的財產 這個不真的事實 當初他們日本人 因為 我們在看這個的時候 我們在看這個條約的時候 我們很注意這些 每個字每個字 美國說這是我們的 必須要誰承認 要日本承認 日本不承認這個算數嗎 不算數 一定要日本承認才有用 就好像 我的土地 有 容許叫 另外一個人來幫我決定嗎 不可能 這是我的財產 我死也要跟你拼拼到底嘛 對不對 好 他說 美國人 太遠了啦 鹽水不能就近火 美國在哪裡 就在你身邊 好不好 我們來看 韓國的駐守美金有沒有 兩萬五千 在日本 三萬五千 這個是 比較過去的資料 現在是更多啦 我是不知道 然後台灣駐守美金 有 但是 目前還會公開啦 因為 我們有無縫接軌嘛 和平轉移 所以要偷偷摸摸 現在還是偷偷摸摸 但是還不至於變成過街老鼠 偷偷摸摸 上次我還收到同心 賣給我的那個 美國的軍車在路上爬爬罩 我說 為什麼這個軍車沒有掛車牌 因為如果一般 中華民國的那個軍車的話 很難看啦 而且都會掛那種軍牌 他們沒有掛牌就直接在路上跑了 我就問那個周班長 我說周班長這個是怎樣 是怎樣 沒有政府了嗎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我說我們還要去瞭解內部的事情 好 除了這些 這邊就 就幾萬人了 快六萬人了對不對 未包含航艦打擊群的人員 如果以一個航母來講 五千個 還有那個突擊艦 至少十萬啦 十萬大隻 那不包含菲律賓 新加坡 還有一些南海那一帶的 所以美國的軍隊不在在美國本土 會全世界 因為美國是全球部署的一個戰略 所以你 這麼多 這麼多 然後 日本呢 美國又加強嚴國基地了 嚴國基地 有沒有 幾個大點 都是對照性 都是對照性 那未來 未來 這邊的 要往這邊移嘛 就加首納啦 普天間啊 這些 有部分 像 還有一個重點 F-18C 為什麼降落台南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涵 這邊的陸戰隊 他不是告訴我們說 這是從這裡來的陸戰隊的飛機來到台灣 你們聯想看看 這邊的飛機來 這邊陸戰隊所屬的 那個 那個 F-18C 降落台灣 有聽懂啦 我什麼也沒有說 我什麼也沒有說 也就是說這個 323 這個 對 或許 未來就是 進出台灣的這個 這個 我講這個可能性很高 對不對 好 這個就福特號 這個福特號是超世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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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一點 這個 沒辦法比較 目前還沒有辦法 因為尼米茲己經夠強了 這個 再加這個福特號超世紀的 他的 進破防疫更強 他也是 會 那個 他的 他這一艘 他也會裝那個 電磁軌道炮 跟雷射炮 也就是說 因為本身 它不是帶有戰力的 他沒有攻擊性的那種 他 純粹就是載體 這個載體 必須要有進破防禦 所以他就會 搭射 除了一些 導彈 一些防空導彈之外 他一定會 他又會增加那個 電磁軌道炮 軌道炮 因為便宜 怎麼射幾萬顆都沒有關係 好 這個F22 這個我們就 好 我們看看 他們的法源依據 主要就這個 聯盟國承認 身為主權國家的日本 依據聯合國憲章 51條規定 兩者 還能夠 我們就 來自主 跟 共識 一些 公共政策 過 但是 這個 沒有 倫敦 沒有 什麼 還有 那跟中國韓國他們跳什麼腳我不懂 我想這是 所以他們的抗議都是政治語言 這個不提也罷 重點是我們的媒體喜歡爆 唉唷 真的很麻煩看到就又在那邊胡說八道 好 我們來看 這兩個人應該認識吧 有沒有人不認識這兩個人 簡單的講就是這兩個人 唯有這兩位可以決定台灣主權的最終地位 OK 這個人叫什麼 高高在誰 他又另外一個名字叫做什麼 還有呢 還有一個名字叫什麼 這個人叫做 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個人叫做馬關條約 這個人是領土主權的 所有權人 這個人是占領的 暫時管轄的主人 那這個人合體 沒事兩個人合體幹嘛 這個是以後會是 在我們未來的軍事館裡面 或是歷史館裡面 這個照片可能會 永流傳 跟鑽石一樣 一顆永流傳 這一張 這會變成是一個歷史畫面 因為這兩個人要解決什麼 台灣的最終主權的地位 只有這兩個有權利 你不是地主 要跟我談什麼 我總不能找中國吧 對象不對啊 就好像秘書長他們當初講說 我們到底要告誰才有用 找中國嗎 也不對 你要跟這個人買土地 這塊地我很喜歡 我很有錢 我想要買 你要找對了嘛對不對 找不對的人 永遠 只有被詐騙的份而已 所以說 中國說台灣 那就是詐騙嘛 這兩個 兩岸的中國人 啊喜歡搞這一套 我講這個都是有條約的 秘書長應該有秀把那個 馬關條約的 A地主 原地主賣給新地主 有沒有 清清楚楚 他有沒有跟你強調 馬關條約的第一條 台中民意就是說 大清帝國大皇帝 這是原地主嘛對不對 接下來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對不對 新地主 新地主跟舊地主對不對 那重點他不是還有畫 還有秀那個 台灣領土給你們看不是嗎 那時候的台灣是什麼 西半部嘛對不對 東半部是誰的 我阿公那個時候他們管的 有一次喔 講一個故事喔 我一次 有一個客人喔 他是上海一個大學的研究生 他們的腦袋裡面 就認為台灣是他們的 我說 他說 我說先生 我的阿公 我的祖先 在這邊至少兩千年了 我跟中國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為什麼一定要強迫我當中國人 實在沒有道理 他嚇一跳呢 是嗎 有這回事嗎 是啊 你們的國家在騙你們 你們的教育在騙你們 你們都不知道 我說我們跟中國一點瓜葛都沒有 就算你們說的大清帝國 你們說的什麼 正成功大渡王國 也從來沒有打進我們這個東部 所以 那個大清帝國 割讓的是什麼 西半部的那六個同肯進嘛對不對 東半部沒有耶 是日本人來的時候 唉唷 怎麼 怎麼 東部還有沒有 那個 這個 怎麼東部還有一些野蠻人 因為那時候 我在講實話 阿妹子 阿公以前都還是會獵人頭 出巢 阿你是要怎麼 出巢 我們講的現在台灣原住民 我們講高砂族 接受文明不到100年 接受文明不到100年 我們光是講1930年的 賽德克巴萊的事件就好了 1930年喔 現在幾年 2015對不對 今年85 所謂以前 那個 有沒有看過賽德克巴萊的那個電影 有齁 那時候在幹嘛 在殺頭嘛對不對 所以排列 那個排列變 那個人家是用 那個鵝卵石或者是賣飯石做圍牆 我們是拿人頭做圍牆 然後 過去是怎樣 這是事實 但是 我們要正對這種事情 我們要正式面對這個事情 我想我想我們原住民應該 值得給我們掌聲 我們接受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我們接受文明這麼短的時間 我們幾乎都是 都一樣了 我們也不再 那個 回復那樣的一個行為 為什麼 我常常開一個玩笑 如果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外來政權不聽話齁 我們就跟美國講說 你拿武器給我們 我們來趕 欸 有效啦齁 這個會變成內戰你知道嗎 可是 美國的政策已經定了齁 和平 轉移 無縫接軌 這是最高指導原則 這是 台灣會被世界流民 我剛剛還跟那個小菜講說 台灣了不起 這種 在如果在中東這個已經屠殺了 開始屠殺了 什麼族什麼族 有沒有 庫德族被屠殺有沒有 那為什麼他們有 可以這個樣子 是因為他們有 來 武器的來源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齁 因為 千萬不要再把武器拿給我們了 否則我們會把它殺到中南半島去 開玩笑 OK 好 做了這個這個 好 這個是美國 我讓大家知道齁 歐巴馬全面支持 重點是 這下面幾段話 好 這個 我們看這個就好了 中國若以武力 就是記者問歐巴馬 中國若以武力 進犯釣魚台 將似同美國動武 接下來這個比較重要 如果 中華民國的武力 進入釣魚台 主權鄰海內 侵入美方 防守範圍內 似同 大聲一下 似同什麼 中華民國是外國嘛 對不對 應該沒有爭議吧 這不是我講的 歐巴馬講的 你們是外國人 我們應該我們腦袋也要換回來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是 他們是外國人 我們是 駕駛的台灣人 我們是什麼 日本人的大哥有沒有 那個 李秘書長講 現在我們是大聲 我們下次回去的時候 放尊重一點 對不對 給自己掌聲好不好 現在台灣還保留了 大日本帝國臣民的身份 日本是新日本國 也就是大哥死了 二哥當然就上來了 對不對 日秘書長是這樣講 我引用他的話 可是我講得很爽 OK 好 在歐巴馬 好 再一個重點就是 日安保條約 看這一段 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擊 依照本國憲法規定 採取共同的武力 好再來 國際法喔 集體智慧產業的定義 當本國關係密切的他國 遭受到武力攻擊的時候 本國未受直接攻擊 也擁有使用武力阻止攻擊的權力 我的國語講得不輪轉 真的 如果講阿美俟的話 我講得很好 再 Meet saying 我們 loss our rotation 我講法 拔者 像日本的話 HS 可不可以過去 潛水艇嘛 什麼就過去了 什麼都過去了 那個...輕航母就直接過去了 然後台灣發生事情咧 就是日本他們直接公開講了 只是在親中媒體絕對不會講 他說這個日本又在搞什麼 就開始罵那個日本人 我們台灣的人很可憐 因為中華民國這個中國掌握了這個媒體 整天談選舉 我說看煩了 人家國民黨就是我不選了 你為什麼一定要我選 然後就開始製造一些可能名單 什麼柯宋沛 現在變成王宋沛 什麼... 乾脆下次就乾脆也不用什麼沛了 就直接說 宋蔡沛 蔡英文沛蔡...那個宋楚瑜好啦 都不用吵了對不對 給你們啦給你們 有一次我看那個政論性節目 我就看到那個國民黨的參選人 兩個女生一個秦慧柱一個叫王宏威 啊...中國民國...那個... 國民黨不用選啦 呃...就讓給民進黨選就好了 不用算啦...不用算啦... 這邊有什麼意涵你們知道嗎 他們...他們已經知道 因為民主黨不是講過嗎 7月份之後 判決下來之後會發生一件事情 美國即將宣布 台灣的選舉怎麼樣 暫停 停止啦...停止 不是暫停啦 暫停可能還要再來一次 停止啦 我們就等嘛 我們就... 你們國企準備好 期間先準備好 那個簡訊 因為我們... 我們比那個克文子還... 還進步啦 因為... 我們在做的時候 國民黨還沒有當選 所以他現在 我們可以說我們 因為他是我們先嘛 所以他是學我們的 這個合理的 我們之前就用LINE在做宣傳 像我們... 我們那個什麼那個... 元旦的那個... 那個... 慶祝活動有沒有 文告 沒有發我們任何的 也不用上媒體 也不用上報紙 都不用 也不用什麼邀請 直接那個LINE 咻...全部... 就...就來了 所以... 你... 你... 你克文子你頂多跟幾個... 幾百個的公務... 那些主管 做對LINE 我們是... 全台灣的同心都LINE 全台灣的幾千個人就來到現場 因為我們這邊太小了 沒辦法我們沒錢嘛 我們比較窮沒有預算 還有人說台灣... 我們的錢是CIA給的 哇...有就好了 就是... 就好用多了 要不然我們也沒有那麼辛苦 自費過來 好 美國人可以控制台灣 更可以控制日本喔 因為秘書長之前... 2012年 美國就跟秘書長講說 馬英九會贏蔡英文80萬票 選錢喔 你跟台灣人講 蔡英...那個... 那個秘書長說 你不要把我...你不要把我害啊 海沒有發生的事情 你跟我講說會贏 哇... 後來秘書長是硬著頭皮講說 馬英...美國人說齁... 馬英九會贏80萬票 結果...贏了80萬嘛對不對 準...精準... 到了日本也一樣啊 美國人就說... 安倍先生... 趕快解散國會 我給你300席 那... 20... 20... 2012年的時候 那個... 民主黨230席 安倍的118席 對不對 然後呢 去年的選舉 變成294席 結果民主黨變57席 變成小黨了這個 反而食言聖太郎的 跟他一樣多 美國沒有私信吧 所以... 這是那個... 有黨啦... 公民黨 好... 這個是日本的眾議院 480席 三分之二 320席 294加31席 等於325 是超過門檻 也就是說參議院可以否決 否決眾議院的... 那個... 決定 但是... 如果超過三分之二的... 席次 決定的話 參議院也沒有辦法推翻 高不高興 你們怎麼沒有感覺啊 無感啊 這是遲早的事情 這是遲早的事情 當然我們現在的訊息 絕對是混亂扭曲的啦 反正我們看到這個 反正你就... 因為我們也看不懂 因為我們沒有那種基礎法理的時候 我們看... 以為就是這樣 哎呀... 馬英九要把台灣賣掉 我問各位 馬英九憑什麼把台灣賣掉 馬英九講得很清楚啊 我不敢把台灣賣掉 為什麼我沒有台灣的主權啊 他憑什麼對不對 所以... 人家用詐數 騙你們你們還不相信 之前 有人就開玩笑啦 台灣齁 這... 這... 16年齁 被一個... 有一個扁的... 一個馬的 連起來 炸了台灣人 這個是玩笑是真的話啊 對不對 不管是民進黨 或是國民黨 都是用騙的啊 不是嗎 一個馬一個扁 不是騙嗎 對不對 OK 好 是... 太平洋艦隊 你現在換了齁 現在叫哈里斯 那個小哈里齁 他說 美國... 欸... 地震嗎 沒有齁... 動作太大了 美國太平洋艦隊的... 重點是... 中國海軍齁 人家... 都嗆名了 這個在... 台灣媒體看不到 他又不敢得罪美國 啊但是... 拼命... 批判那個日本齁 然後... 擁戴中國 齁... 中國是這個... 榮耀的象徵 齁... 真的是聽不下去 好... 這個是一個巧合啦 齁... 欸... 中國在這邊 一隻大公雞對不對 有沒有 這個第一島鏈嘛 我剛剛講的第一島鏈 有沒有 島鏈...下來 第二島鏈 這隻劍我畫的啦 齁... 這個像不像一個弓 弓... 一隻弓齁... 弓角之士齁... 像... 一隻... 一隻劍跟一隻弓 從關島拉上台灣 射向中國這隻大公雞 欸... 剛剛好 是不是一個大巧合 哎呀... 天助我也 天佑台灣 天佑美國 欸... 原來這樣會有掌聲喔 喔... 真的是... 這個很好玩對不對 巧合啦... 巧合啦... 這個是美國島鏈的戰略示意圖 也確實是如我這個... 弓箭這個巧合發生 因為... 這個關島跟台灣 將是... 對準這個... 最重要的核心齁 也就是說... 那個... 捕捉... 捕捕捕捕爪雷達 在台灣 開始射... 可是... 資訊全部都在關島這個地方 中心在這裡 也就是說這個... 控制了什麼 這個... 我們在弓箭在射的時候 這個... 放箭 就是靠這個... 放箭的地方在這裡 就好像那個... 我們的F16 我們的Apache 透過Link16 這邊有一大堆星星 會在這邊 然後呢... 叫飛行員 飛... 你到... 北圍極度... 極度... 空域... 發射飛彈 瞄準發射飛彈 他們會... 頭盔... 到時候會發給... 先進的頭盔 就是那個... 李倩榮那個... 那個... 那個... 頭盔 瞄準好... 發射... 叫你發射你就發射 也就是說... 飛行員只是什麼... 作業員啦 未來的飛行員只是... 作業員 就是... 發射... 就發射... 回家... 就全部控制中心在這裡 巧合... 巧合... 好... 我們再看這個 好... 台灣的地位 轟6之前... 從... 說啦... 就是... 4月1號... F18C進來的前兩天 有一架... 中國的轟炸機 叫做轟6 從這邊穿越... 到了關島 第二天... 隔兩天... 他們講的愚人節啦... 愚人節... 秘書長說要改到那個... 12月31號 還是... 10月25號 是不是... 10月25號是愚人節啦... 欸...不錯耶... 這個日子很好耶... 可以考慮... 對... 是那個... 愚人節原本來是沒有啦... 愚人節是以前是在日本... 大日本帝國的時候 他是... 所有一切的開始都從那邊... 也是台灣的... 行線紀念日啦... 所以被... 蔣介石... 說那個是愚人節... 笑耶... 我們考慮... 要不然就是... 蔣介石的生日... 當愚人節... 或者是... 台灣光復節當愚人節... 這個都可以啦... 這個都是好日子... 都要... 都要慶祝啦... 那... 有人說... 台灣的地位到底多重要... 非常的重要... 你們... 我剛剛講過... 轟六從台灣經過... 他... 還很客氣的... 不能... 很小心的... 穿越這個喔... 如果... 台灣變中國的話... 那... 海得了... 那中國要... 來到太平洋... 跟美國共享太平洋嗎... 美國人會同意嗎... 日本人也不會同意啦... 這個... 台灣的海洋就會被... 中國... 那中國隨時都可以到... 都說... 喔... 這時候這是公海領域...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好... 這是第一點... 台灣被中國拿走... 第一個跳腳的... 絕對是誰... 你們猜... 錯... 日本... 對... 日本喔... 如果台灣變中國的日本... 經濟大概就倒掉了... 就垮在碗了... 不用碗了... 所以台灣... 被中國搶... 日本... 死命也要把你打下來... 請國家之類也要把你打下來... 所以... 看台灣的... 看台灣不能只有... 看中華民國的國軍多強... 中華民國... 都要... 今年啦... 美國... 你們知道那個... 阿帕奇事件... 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很... 重要的那個... 那個... 隱含的一個秘密啦... 跟大家報告... 年初的時候... 二月份的時候... 國防部就跟... 軍方說... 永固案... 7月... 一定要實施... 為什麼... 台灣的軍... 那個... 中國... 專華民國的軍... 軍人... 從21萬... 要變成17萬... 然後... 馬英九說這樣不行... 因為我們會被人家視為恐怖... 集團... 要求... 七月份... 就要開始實施... 變成13萬的那個... 變成自衛隊的性質啦... 因為你不是國家... 你不能有軍隊... 也不能有國防部啦... 國防部... 其實已經... 沒有了... 但是呢... 要騙台灣人說... 國防部還在... 那... 要讓他在... 其實有一個用意就是說... 那個... 錢還要繼續跑啦... 讓他繼續跑... 也就是說在... 大家不知不覺中... 這個事情就完成了... 好... 變成13萬... 結果... 第一個... 抗議的是什麼... 是誰... 你們知道嗎... 就是戴欣欣的... 這群人... 就是... 肩膀上面是... 欣欣的那個... 少將... 上校以上的人... 全部反對... 甚至要抵抗... 然後啊... 剛好發生了那個... 李倩龍的... 那個... 阿帕奇事件... 你說阿帕奇... 到底多精密... 事實上... 也不至於說精密到哪裡啦... 因為它是沿用... F-22在空中... E-2T... 空中... 連... 跟我們的... 雷達... 跟美國... 美國關島... 跟... 日本... 美國的船艦... 全部做連結... 它要保護這個... 飛行員的安全... 也就是說你... 就好像我們... 開那個... 開車一樣... 一定有死角... 對不對... 所以它要讓... 你的... 飛行員安全... 就要... 你不能... 要... 你不能有死角... 你要完全知道說... 你背後... 45度角有... 敵... 它會告訴你說... 你趕快發射那個... 那個... AIM-9... 它就發射出去... 因為... 阿帕奇可以搭載那個... 可以... 可以載那個... AIM-9的那個... 空空導彈... 所以... 所以台灣絕對不可能... 也... 不可能... 也不能發生這種... 變成... 變成中國的事件喔... 所以現在中國... 習近平還算是... 還算是... 還算是... 蠻配合的... 他也不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了... 他現在只講說台灣是核心... 我們中國的核心利益... OK啊... 談... 我們談經濟OK... 如果你要談... 領土主權... 請跟我們的... 你請... 你跟地主談... 因為台灣人也沒辦法決定台灣的... 那個... 領土權... 因為台灣沒有那個權利嘛... 秘書長有講過嘛... 對不對... 台灣人本身沒有那個權利嘛... 因為... 人家說你拿出證據啊... 人家... 人家... 那個... 天皇可以拿出馬關條約啊... 那個... 歐巴馬可以拿出... 舊軍上和平條約... 你台灣人能夠拿出什麼證據... 你告訴我... 我... 以我來講好了... 我們從來就沒有被... 中國人殖民過啊... 我的祖先... 至少2000年在台灣啊... 我可以主張嗎... 拿不出證據啊... 就好像我說我是台灣人... 我們拿不出台灣人的證據... 就是我們的身份證有沒有... 我們的身份證是... 中華民國啊... 我們是中國人啊... 你怎麼可以怪德國說... 你們怎麼... 你怎麼可以... 發那個... 中國的那個... 旅行證件給我們... 不合理嘛... 對不對... 那人家是對的... 就罵人家是... 是不對的... OK... 好... 最後... 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好... 這... 餘音機就是這個啦... 餘音機就是... 餘音機... 奪島用的... 飛機... 奪島用的... 好... 我們就... 我們就... 我們來看這個... 美國海軍齁... 他這個是他們... 新聞發布... 這個... F117齁... 本來已經... 停譯了... 已經退休了... 最近要重新拿來用... 美國因為... 國防預算的關係齁... 所以... 很多東西就是... 因為這個事實上... 在當代就已經是... 超世代了... 那現在用剛剛好... 因為逆中的嘛... 這現在用剛剛好... 那用在... 對的地方... 中國... 刻意解讀說... 這個... F117要放在... 要放在那個... 中東... 錯... 中東不需要用到... 這麼... 這麼... 先進的東西... 中東還需要逆中嗎... 不用... 他搗蛋過去就好... 因為... 中東的國家到目前為止... 防空的能力... 非常的差... 根本不需要逆中啦... 你進去... 隨便你怎麼炸就走了呢... 或者是他的戰斧飛彈有沒有... 從... 從戰艦那邊... 打出去就可以了... 中東不需要用到... 這麼... 這麼先進的飛機...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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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M-G... in Taiwan... 就... 會明白... 中國目前... 用千里美的飛彈對著... 台灣... 並不是... 針對著...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以... 馬士王... 難民集團... 而是針對... 一直在保護台灣的... USA... 自...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 一直在捍衛台灣... 安全的... 就是美國... 所有台灣人民... 應該... 隨時掌握... 美國海軍... 這是美國的海軍... 以及... 日本自衛隊... 在西太平洋的訊息... 才不會被... 中華... 民國... 流亡政權... 斧片... 恐嚇... 資料來源... 美國海軍... 這是美國海軍... 這是美國海軍... 這不是我講的... 也不是民政府講的... 這是他們講的... 我只是沿用... 引用而已... 參考... 給大家參考啦... 你也可以不相信啦... 好... 這個就是... 日益的... 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 為什麼要提這個人... 你知道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 他的權力到哪裡... 美國總統... 就已經給他... 全力了... 只要中國的任何... 一... 一枚飛彈... 打到... 有關的島鏈的國家... 他就可以下令... 打回去... 他就是說... 做第一時間的反應啦... 美國現在的戰略是... 全球... 全球部署... 全球部署... 所以... 他全球部署... 他必須要在一個小時內... 就要到達戰場... 沒有那個什麼... 台灣的兵力... 撐不到兩個禮拜... 沒有人叫你去撐兩個禮拜啦... 沒有人叫你去撐兩個禮拜啦... 沒有人叫你去撐兩個禮拜... 那都是騙我們的那個... 那個... 中華民國的軍方... 美國現在的世界部署是... 不是只有針對你台灣啦... 追遠到中東... 他一個小時內... 他的... 兵力就一定要部署到哪裡... 為什麼... 很簡單... 美國... 因為現在... 我們這個西太平洋... 還在打那個... 還在延續二次大戰的... 戰爭思維... 啊... 我有什麼... 蘇海... 我有... 導彈... 可是美國不跟你玩這個... 美國已經跳脫了整個... 這種的戰爭思維... 來... 馬上秀給你們看... 我們這個就... 不看了... 時間不夠... 我先... 我先把這個講完齁... 可以嗎... 可以啦齁... 這個叫做... 義勇兵三型... 洲際彈道飛彈齁... 目前美國... 有五百五十枚... 這個是... 這個是核... 核彈齁... 它搭載的是核彈頭... 就... 這個...這個... 錐體這個部分... 結果啊... 有一天啊... 這個...這些錐體啊... 竟然... 偷偷的在台灣一年多... 你們知道齁... 就這些錐體... 好...沒有關係... 下次齁... 下次... 是我的想法啦... 參考就好了... 參考就好了... 請美國參考就好了... 因為這個... 播放全世界的齁... 我們講錯了... 我們會被... 我們會被那個... 檢討... 嚇毀美國... 不用烏龍... 借放就好了... 當義勇冰三型... 彈頭... 裝上台灣製造的... 雄風三號載具... 我跟你講... 我們的... 導彈的那個技術... 美國很... 很... 很讚美... 很...很推崇... 很推崇... 我們只要它的... 它的... 載具喔... 噴射載具喔... 裝上這個... 義勇冰三型... 好... 搭配新竹的... 現在有的... 熱山雷達站... 鋪路爪長城... 玉居雷達... 再部署20座的... 電子軌頭... 這個便宜嘛... 一顆三萬塊... 隨便你... 一百萬跟三萬塊... 三萬塊比... 我們可以打... 它一顆... 我們可以打幾顆... 對不對... 這個... 滑得來... 滑得來... 好... 這作為... 進破防禦... 接下來... 輸贏就很難說了... 對不對... 所以喔... 想打哪... 就打哪...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是... 那個... 那個... 布魯爪雷達的... 監測範圍... 打到... 已經到新疆了... 俄羅斯也被占有了... 一直到... 你看喔... 連這個... 連... 連新疾內亞都有囉... 印尼啊... 什麼... 這一帶全部... 都在我們的... 範圍內... 南海整個都是啦... 東海南海整個都被... 被那個... 如果說射程再遠一點... 哪裡都可以打得到... 連俄羅斯都可以打得到... 不... 台灣的安全怎麼樣... 安啦... 謝謝... 不用怕... 絕對不要怕... 我們走的是... 對的路... 我們走法理路線... 讓美國都要按照... 法理來走... 我們提醒美國... 提醒日本... 依據... 條約... 正確形式... 好... 我們再看這個... 這個叫做... 美國空軍... 第三架的... X37B... 太空飛機已經... 返回地球... 為什麼返回地球... 這是無人喔... 沒有人喔... 你們知道這個第三架... 在太空跑了幾年... 兩年... 太空兩年喔... 這樣的... 它的速度快到... 任何... 導彈都打不到它... 因為它的速度是... 25倍音速... 我最簡單的... 跟它講它的速度多快就好了... 它一秒鐘可以跑5公里... 夠不夠快... 一秒鐘5公里... 哇... 跟那個... 爆炸的速度... 差不多一樣快... 砰... 都已經在5公里... 所以它的速度... 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頂多最快... 中國號稱它的那個導彈... 可以10倍音速... 這個還是... 號稱啦... 還不知道有沒有那個能力... 而且他們沒有那種... 驗證的機會啦... 因為他們不打仗嘛... 就美國到處打仗啊... 所以他們的飛機... 他們的導彈... 常常在打... 戰狐飛彈... 哪裡有缺點... 修改... 喔... 這個不好...哪裡修改... 都用修改的... 好... 那這個... 我還沒有講報告完畢耶... 好... 要聽完嗎... 聽完就好... 我們聽完就下課啦... 這個有什麼特別之處齁... 我跟大家講... 它可以在... 在地球兩... 在... 在地球外面繞兩年... 它如果它放個10架... 在地球那邊繞... 然後再加上... 它這個旁邊齁... 它裡面... 裝起來... 就裝那個機械手背... 它就... 開始繞嘛... 繞繞... 欸... 這個是中國的衛星... 打開... 機械手背就... 出去... 抓回去... 不聽話... 抓回去... 因為... 中國的導彈齁... 它要配合這個衛星... GPS定位齁... 去做定位... 它才有辦法打到... 它要... 打的地方... 除非是像過去俄羅斯的那種... 什麼薩姆飛彈那個... 它... 參數都已經在裡面齁... 否則的話... 美國可以控制它的... 你要打哪裡... 到時候打到你自己而已... 所以美國說我們不要再... 搞這盒子遊戲... 因為打一次就玩完了... 第九就玩完了... 所以美國已經操作了... 那種導彈... 那個... 核彈的概念... 就是說我在... 初端的時候... 我就可以控制你了... 也就是說你還沒有發射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怎麼發射... 你會不知道發... 這個... 這個導彈會打到哪裡... 我管你有什麼東風41型... 可以打到幾千公里... 不好啊... 美國在第一時間就已經把你... 也就是說它有一個... 那個... 應酿期間喔... 我們要... 因為我要打架... 是不是一定要先吵架... 啊... 你是... 然後就... 出來之後就打起來了... 武器就打起來了... 就可以把你的... 眼睛全部都... 嚇掉... 他不一定要機器的守備... 他只要知道那是你的... 就把你打下來... 所以... 你打下來... 你... 你空有這麼貴的這些... 武器... 沒有用... 沒有用武之敵啦... 報告完畢... 哈哈... 謝謝...